文马尔文林许然,首发是先生ID,FUPERMRXO,1-2018全国高考状统计标。 从一周前开始,相信大家看到了不少和2018高考状有关的文章。 有人嫌寒门在难住柜子,不够,总人听闻,说,穷人家的孩子绝望了。 也有人说,虽然寒门在难住柜子,但奔斗永远有意义。 还有人引用报告,多年以后,高考状里,没有领军人物,然后宽慰大家,高考状也并不意味着什么。 有人说的是重啃之眼,但很多人是在扯淡,准确地说,是瞎扯淡,或读到过少数引用此前报告的好文章。 但,很多扯淡的文章,基本没有数据依据。 他们说,2018年全国高考状怎么怎么样,说明了什么什么,但实际情况是,目前没有任何的2018年,全国高考状信息,进行统计的报告。 抓住个别案例,然后听尤家做大作文章,很无聊,我喜欢调查统计,你可能得不出真理,但至少能看到一部分真相。 很多时候,这已经很难得了,既然没有关于今年高考状的统计,那我就自己来吧。 为了看到一些真正靠谱的东西,我花了一个周末,梳理了2018年,全国50位高考状的相关信息。 我当然没法做报告式的全面统计,可能也难免有个别的物,但我查阅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公开信息,看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采访新闻。 除了港报台学生不参加全国高考,新疆青海西藏,云霞内蒙古,找不到足够数据以外,其他26省市中的信息都有,上面的表格,只列举了其中几项核心数据,至少我能安心地说。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掌握了目前关于2018年高考状最全的信息,在读资料之前,我有意地让自己避免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。 在其中,获读出了很多东西,接下来挑选三点内容,和大家分享,都是常识,但很多人却有一无一的,长期忽视这些常识。 二,大部分学习考的人,在其他方面同样优秀,获读这些高考状的资料,最强烈的第一感受是,这些人,真的是太优秀了。 有人喜欢和别人说,虽然他们自己心里不一定系,高考状只不过是会读书,会影视罢了,也不见得能代表什么。 我觉得这种书法很扯,大部分学习优秀的人,在其他方面往往同样优秀,优秀的人早就爬过山峰,你却让别人躺在地上做梦。 说这些高考状其他方面很优秀的报道,没有狠实的套话,而是非常真实的描写。 吉林里科状财泽赢,为其水平初中时就在全省小有名气,拿过吉林省竞赛第一。 钢琴方面同样非常突出,福建文科状黄逸臣,是2016年,杨氏中国迷语大会金牌过得者,他还有国画,书法,灯泥,切算机编程等爱好,兴趣非常广泛。 黑龙江的两个状都是疯狂读课外书的人,李科状崔伯飞,据说最爱读杂书,被称为李科生中的书制,文科状尊海亭,家里两个四层的书架,摆满了历史,政治等书籍,这都是他的最爱。 江西里科状负林科,更是号称能写能唱,能跳能踢,能玩会玩,他是九章一中的足球队长,参加了江西深中学生足球锦标赛,并报回答奖。 关于江西的这位负林科同学,新闻报道里还专门写了一句,和一般熟带子不同的事,他的学校还有玩法特别好的女同学,可以说是很优秀了。 当然,有人还说,有什么必要,觉得高考状那么了不起,不是有数据吗?高考状里基本没出过领军人物,你看从古到今那些个名人,那个是高考状? 也在说吧,如果我们把成为高考状,或领军人物那一个人,当做成功的话,或许可以这么理解,成功等于天赋,加勤奋,加方法,加,加运气,人生的产套理念,可能会决定你这次,下次是不是第一名。 但是,天赋,勤奋,方法,这些可以称为实力的东西,很大程度能影响你,是不是能建第一军团? 真正的第一名,王老是第一军团中的百里挑一,而不是与龙混杂的万里挑一,我们可以尽力去做那潜意反应,而承认别人的优秀,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。 三,富家子弟当然会有优势,但父母教育才是更关键的因素,还蛮在难处柜子,只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我们是要承认察局,平均而言,富家子弟,城市学生在获得社会资源上,肯定会有先天的优势。 教育资源同样如此,从表格里可以看到,把北京,上海,津津,重庆四个直辖市的高考状去掉,剩下的四十三倍重里,也有十六位来自省会城市的学校,但我很反对那种拿着个例,说穷人的孩子该绝望的乐点。 我认真的找了一遍今年高考状的数据,只能找到九位同学的基本家庭情况,有的只有部分信息,其中确实有三个家庭经商,但也有父亲普通工人,母亲下岗之工的家庭。 而我在读资料的过程中,慢慢发现一点,相比家庭条件,母母教育可能真的是更关键的成才因素。 大量的高考状,都在采访中,提到了所受家庭教育的重要性,而家庭教育的意义,同样不仅仅体现在分数上。 辽宁文科状史天乐的妈妈专业是中医,她喜爱传统文化,潜移文化的影响史天乐,史天乐从小学分年级起就开始学习书法,也不断培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。 前面提到的福建文科状黄奕晨,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,她说,父母都喜欢读书,加上家乡安排的文化氛围浓厚,她从小而如木染, 深受熏陶,而安徽理科状方星渊说第一段话,真的让我非常有感触,我母亲是护士,她在准备一些考试的时候,也很努力,这对我触动很大。 父母不仅用言语教会她道理,更用彼此的沉默教会她,用自己的行动教会她,有时候,地位,财富可能会是敲门砖,但身边父母的教育, 才能真正教你如何打开人生的一扇扇大门。 四,没有人会许你一个光明的未来,开关只在你自己手里,父母的教育很重要,但无论是谁,其实都没有办法,许给我们一个光明的未来。 你我都没有主角光环,人生的路有时候就是会非常,非常艰难。 查远2018年,这全部50名高考状的信息时,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名字,却不在这50人里。 读她的试迹时,我忍不住浑身站立。 王玉,2018年,上海高考前10名,他精通足迪10级,钢琴8级,他在全国性能英语比赛中获奖,他每天坚持跑步几公里。 他来自上海市盲童学校,没错,王玉是一位盲人,他4岁时便完全失明,但是,他从小就表现得非常自立。 3岁,让幼儿园,他开始自己吃饭,穿衣,洗袜子和短裤,8岁,学习游泳,后来,他又在爸爸的领导升级室下,学会了骑自行车。 2016年,在爸爸的陪伴下,王玉挑战了爸妈。 今年,他打算报名全马,让我更为触动的,是王玉的两个小故事。 小学六年级,王玉主动进出独立上下学,从此,他独自一人,拿着盲帐独自往返于位于松江区的贾河长明区的盲校街。 很难想象,他瘦削的身影,穿过车流湍急的马路,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。 王玉小的时候,他的爸爸妈妈还不知道,该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个失明的儿子。 还没等父母说话,王玉边自己说,你们别害怕哦,还主动考虑庞然,充满善计。 我不想渲染他的不义,但我想,你我都能明白,他却一路走来的艰辛。 他有充分的理由放弃自立,但他从来没有。 我只能说,他是一个方光体。 至于我呢,当然也可能很穷,可能很苦,可能觉得没有天赋,可能觉得父母没有创造好的条件,可能觉得命运不公。 但这就是客观事实,就是生活起点,承认别人的优秀。 不管他具有多么巨大,要看自身的事实,不管事实有多么难堪,然后向他们学习,然后管自己前行,可能会很难。 可能我们从来不能成为壮,但开关只在我们自己手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